收拾好你的东西 快点滚 我看今天谁敢让他走 X集团近日宣布 苏玉先生和顾妈妈小姐的婚礼日期将无限期推迟 具体原因不明 老爷 这半年以来 您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董事长很担心你啊 爷爷 手术不能再拖了 不把顾妈妈找回来 我什么都不答应你 爷爷 走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 你会来找我 顾妈妈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为了爷爷 也为了给这桩没有意义的订婚化成句号 我开始不断寻找他的踪迹 我丢了一支口红 是不是你拿的 不是我 我在这儿干了几个月都没有这种事情 你一来店里就丢东西 不是你是谁 懒得跟你累了 站住 乔曼 你就让他看一下你的包 你平时不收拾我 你们谁把乔曼的包赶紧拿过来 你们谁把乔曼的包赶紧拿过来 为什么乱动我的东西啊 你干嘛 都别动 把包给我 你心虚什么 让大家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 怎么可以随便动 这不就是露露的口红吗 赶紧报警 报警就算了 一支口红而已 开除它就行了 曼曼 干脆你叫自己走吧 收拾好你的东西 快点滚 我看今天谁敢让他走 董事长 还真是好笑啊 笑什么 像我的未婚妻 怎么回事 他们误蔑强办偷东西 我看见了 是露露自己放进去了 你胡说 如果我们查监控查出来了不是这样 你们一个个都别干了 你竟然敢骗我们 贼还捉贼 董事长对不起 我马上处理 王浩 你干什么 你误蔑别人拿你口红 这就是你的暴力 你干什么 你不需要吧